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海鮮白門口收掉太平分店后 试图力往狂澜 却有员工跳出来爆料声称 原先工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下午四点半到九点半 农历年后被调整 工时少掉一个半小时 三月份领薪水更傻眼 薪资四万两千元 居然只领到两万九千多元 集三千元餐券 莫非薪水蒸发无奈傻眼 我们是先做了 而我们的劳资协商 还正在协商中我们先做 这点是由我们莽撞 我们会去修正 公司透过群组讯息回复 因疫情影响 目前做短期规划 四调六月都会执行 禁气困顿要员工坚持下去 同仁提议说 是不是用减薪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误以为说 同仁有共事了 那事实上各位想象 将近八十位同事 可能有少数 他并没有说出他的心声 所以主管告诉我们 让我们误判 以为是所有同仁都同意 劳工局接获投诉 趁上午七点多 店家尚未开门营业 先找上门 厘清真相 明天阿秋大肥 如今靠一家店独称 狂打优惠促销 试图奋力一搏 找回消费者的信心 三天新闻 曹盛章 NC小组 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